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呢是三寿出品的那个amazing spiderman 还是跟前面这款嗯超凡蜘蛛衫一样这款呢是他的共生体战衣这一版大家可以看呢他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可能输知蜘蛛侠的人物这个人物的特性的人呢可能知道他这个战衣这罐其实是一个 后期我们管的叫这个毒液的这个独特的一个反派的这个生物嗯当然这个这个期间呢嗯怎么说呢就是说蜘蛛侠在不同的版本里面 他这一款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这个包括毒液以及屠杀他的这种出场的故事背景是不一样的在这超凡蜘蛛侠包括之前的一个版本里面呢就是毒液附身在蜘蛛侠的身上 然后呢他的这等于是产生了一个一个想想侵占那个那个那比特帕克 然后呢他这个当时形成了一种共生体的一个状态 当当然这个期间呢就是说这个毒液慢慢的侵蚀这个蜘蛛侠的思想使得变得更暴力 然后呢嗯就是他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应该是蜘蛛侠的最强的一个状态 当然在东华的一个那个后期王后直流侠感觉这种他的自己的脾气秉性 以及这种行为做事跟自己以前的这种想法就是大响径庭 王后他发现了是这个战衣搞的鬼王后是跟着战衣脱离 王后呢这个这个毒液他这个这个这个本身他是一个这个液态状态嘛 王后侵占了那个他的一个好朋友的身体 就是也是一个一个那个他报社记者老板的儿子 具体叫什么我忘记了 王后形成了这个后期特别有名的这个角色 就是毒液 当然为什么就是说这款共生体战衣就是单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因为他有很多奇特的地方 第一呢就是给大家说的就是 他是那个蜘蛛侠是最强的一个状态的时期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箱子呢也是采用了跟之前一样的就是 漫画的一个风格漫画风格 可以看一下他的很多的一个一个不同的一个在漫画里面的一些个造型 而且呢当时我看动画的时候呢也是就是他在冰层体战衣的这种状态下嘛 就是基本上属于力大无穷 战胜了很多以前 就是说你力量取胜他的这种敌人 所以说呢这款是在脚之前是比较期待的一款 而且呢他这款没有特别版 而且有很多的一个与之前的这款普通版的蜘蛛侠的一个很多的细节上的区分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产品的主体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款产品的地毯 如果有大家手里如果有这款老的这款就前期出货的这款蜘蛛侠的话 应该看见这个地毯并没有差异 而且整体的这个造型什么全没有差异 唯一差异的他就是一个颜色一个反转渐变 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因为现在我就不拿这个之前那个对比了 因为大家手里有五个画应该能能明显看来差异 他这款呢就是说之前的这个这正常涂装的应该是正常版本的一个蜘蛛侠呢 是这种黑橘色的这块是在这种火焰上方 然后这个版本的工程体版本的这个这种颜色呢 这个正好两个颜色是一个反转颜色 当然有的人觉得这个这种颜色就是以这个形状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像之前的话来说就跟一朵片面一样 但是呢我详细的看了一下三寿出这款之前的一个设计师的一个涂装的颜色跟的一些个细节 我可以在那么在这负责任的说 这款颜色的这个设定是跟当初设计师以及官图来说是没有太多变化的 咱不能说一点变化也没有 因为毕竟这是大货出品 对吧 因为跟设计师这款 跟设计师涂装出来的这种产品肯定是有一些差别 但是整体上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定义来说是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的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是在这方面吐槽的话 怎么说呢 只能说是见仁见智 就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胃口 这个东西也你不喜欢也没法勉强 因为他当初设计师就是那么定义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按照步骤把这款的这个 这个插在这 这个支撑台 是怎么插 嗯应该是这样 支撑台插上以后呢 可以看一下 就是玩家也知道在上面这块有一个手指的印记 然后是装主体的 这款收到的玩家估计能看到他这款包装的变化 他这款的这个包括这些个包裹这些个保护的 这个这个以前正常的不大家也都知道是用这种雪梨纸去来保护他 这款就是比较有特点是用的这种丝绸去保护的 然后我们把这款 钩子 钩子装 大家可以看见他整体的这个颜色的这个造型变化呢 整体就是跟这个上一款蜘蛛侠来说有很大的差异 包括这种钩子跟这种他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是一个铁塔吧 铁塔的这个这种工作坛来说的这种 这种金属金属这个渐变色呢他是更强 包括他这种 包括他这种金属色 以及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 这个金属 金属的这个七色的一个做旧色 这款呢要比之前的之前的这个蜘蛛侠要强 就是说在这个金属的 这方面上色要 要重很多 我们接下来拿出来他的主体 我先把主体放上 当我组装他的时候估计 比较细心的这个观众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差异 他的差异很明显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把镜头往上一点 ok 调一下镜头 他差异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款这个头部 是跟身体是一体的 他上一款的这个蜘蛛侠呢 他这个头部是单独一体的 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版 他是有官网特别版 他头部可以换成那种眼睛 一个大一个小的那个那个 EX版 这款 就是跟他有很大的差异 第一个就是 他的这个头部 他是整个的 他这是一体的 一体化的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他这个胳膊 胳膊跟之前的版本也不一样 之前的版本 他是那个手是一个喷丝状 喷丝状呢 他那个可以加到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可以换成那个 EX配件喷丝手 所以这款 他有很多的地方是 其实是有差异的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胳膊装上 好一点大家可以看见 如果把胳膊装上以后 大家可以看见他这个 手部 他这种喷丝的孔 从他这个 腕部 就是腕部改变成了 他这个拳头上面 这也是他这个共生体 战衣的这一个 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 OK 这个事就是他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造型 我把这个往后移一下 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 OK 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造型 大家可以看到 从整体造型来说呢 他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唯一的变化是刚才我们看见这个 胳膊 是 是单独的 单独的 为什么单独的呢 可能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 因为 他老的这个蜘蛛侠 他这胳膊是 冲上的 有一定的角度 因为他有一个这个 喷丝状 而这款呢 是以一个 鸡拳的这种形式 这个表现出来 为什么是一个鸡拳的形式呢 因为呢 他这个 喷丝的这款 他这个区别呢 就是已经跟那个普通版 已经有所区分 那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些个 这个细节的变化 有所区分的一个区分的是什么呢 他这款就是大家可以看 是手部 拳头上 拳头上是个喷丝孔 我们那个 普通的那个蜘蛛侠呢 是这个 万步万步的喷丝孔 所以他这是一个 一个拳击状 来这种喷丝 以及 做出一些个攻击状态 从整体的这种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整体的这种上色也好 造型也好 这个表现的是 完全的 是符合这种官王以及 这一诗的 就是原有初衷的一种表现 而且呢 就是说 从各个细节来说 我们大家一会儿可以看到这个 包括他身体上 身体上他是有各种那种 就是被这种 毒液包裹的时候 他这种细节 就是说 你感觉就是有一种 黏液在身上这种 蠕动 有生命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都体现了出来 他这一款 所以在整体的这种 而且就是说 可能大家 最早 输知的就是说 就是说 蜘蛛侠这个被毒液 所包裹的这个版本 就是大家 就是说 从影视作品也好 包括 可能大家最多接触的就是影视作品来说 就是 我记得那是超凡蜘蛛侠的 应该是第2部 就是说 大家 输知的造型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完全一个黑色的 他是完全的黑色的 一个黑蜘蛛 就跟毒液一样 就特别 就纯黑色的那种 那种战衣 但是呢 他这款为什么就是说 我个人比较推崇的呢 因为他这款是最还原漫画 以及在动画里面的 这个造型 他是黑色 以及这种蓝色 这种渐变混合的一种颜色 所以说这款涂装 完全的体现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呢 主体是以黑色为主 然后在各种其他的地方 渐变呢 是以这种蓝色为渐变 所以说他在这种 这种蜘蛛侠的这种 战衣上色里面是比较独特的一款 而且是比较 最还原于最初的这种设计的一款 所以呢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给大家最直观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一个表现的一个参考 从 收藏来说呢 这个呢 是可以 就看赛大兽 之前就是 做展的时候 也是 两款蜘蛛侠 是放在一起 当然可以 大家如果收藏的话可以一起摆放 而且 后期呢 我们 应该也看到我视频的 这个观众来说呢 应该 注意到 赛大兽之前有那个 设计师采访的时候 他这款 共生体战衣对面摆的是一个 未完成体的这个 毒液 我估计后期他可以跟毒液去相配套 作为一个搭配场景 所以这个还是很特殊的一个存在 包括 我们也 也熟知的就是说在这个 欧美的 这是人气榜里 蜘蛛侠 一直是稳居第二 但是老爷的地位 一直是不可撼动的 在漫威里面 这个小蜘蛛应该是人气最高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 在 我估计国内可能对这款 所谓叫共生体战衣 这个这个 概念可能不是太理解 包括当初这款出预定的时候 也是官网先出 官网先出完以后呢 很多人以为他是作为一个EX版本 来单独销售的 但是后来呢 他是处于一个独立的版本 独立版本 然后国内也有销售 他总体来说呢 就是说 对他熟知度的原因呢 这款定量并不是 并不是很大 而且呢 这款限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呢 如果大家后期如果想要 购买的话 这个视频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 大家也知道 从这种 照片里 也好 从这种视频里也好 你看到的这个产品 提到看到这个产品的直观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 之前有人经常让我推荐一些东西 我个人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基本上不会推荐这些一个这些个产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 个人的一个宗旨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买这些个收藏的这种爱好 就就是 往大的说是收藏 往小的说这是个人的一个业余爱好 在这种爱好里面呢 我个人建议还是买自己喜欢的 不要是过多的 你可以把别人的这个意见的当一个建计的参考意见 但是呢不要去过多的去影响跟该设你 你喜欢他你就购买 你如果不喜欢他 那以后就是 等到一款你感觉能让你出手 能看向你很花钱的产品再去出手 也不玩 要不就是你买回家 你看他 你看到 看看时间长一段时间 你就感觉不爽 是不是 你个人要再去出的话 你跟商家 商家出这东西 这种媒体渠道以及媒介来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OK 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然后呢现在也是8月中下旬了 往后在9月中下旬呢 我们就是开始筹备 广州CCF了 就是每年 呃由别人在线 往后 总代理这边组织的这个 就是3A啊 然后包括DAM Sideshow 以及P1S 往后这个大展 当然这个 在线这边也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 一个参展商 往后呢 我们去也会去过去有一手的报道 也会参与布展 这时候呢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视频 以及我们的一个微信 到时候我们会有一手的资料 去给大家公布一下 嗯 以及今年可能大家 我提前爆料一下 就是可能比较期待的 就是P1S P1S 虽然在关注市场 这种市场 那我就不多吐槽 这种市场情况吧 但是它的产品还是非常的棒 今年P1S 是一个独立大展台 应该是有20多款产品吧 20多款新品 然后届时呢 可以让 广大的粉丝大饱眼福 OK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